天使隊的大谷翔平 好不容易敲出本季的第四十一轟 但是勇士隊的重炮 Melson 同一天對戰大都會的比賽 也轟出他本季的第四十三轟了 雙方在全雷打榜上的差距 維持在兩支 只不過 Olson這一發全雷打 並無法幫助勇士贏球 中場還是以六比七 一分之差輸給了大都會 大都會繼續在自家主場 迎戰勇士 日級先發投手 九千克恍大 一開賽 差點就被打爆 一出局滿壘的情況之下 Ozuna這一支右外野恰爆 並有壘安打 清空壘上所有跑者 Zenga想開局就丟三分 但放心 大都會隊友 還是以實際行動大力支援 Francisco Lindor 在游擊區大秀 吉特跳美技 抓到了初局數 更帶起了梅子君的反攻士氣 來到了五局下半 兩人出局的情況之下 勇士投手群突然間失去了準頭 先是在滿壘的情況之下投出保送 奉送追平分 階梯上場的投手 狀況也不OK 離譜的壞球 再保送送出超前分了 而且還沒玩 捕手在發生的妨礙打擊 又送一分 輕鬆的得到三分之後 梅子君還不滿足再補上一支安打 大都會單局海冠六分反倒取得領先 但是重炮如雲的勇士試圖反擊 雖然被奧森轟出了本季第四十三轟 但是這一發兩分炮還是沒能夠幫助勇士逆轉戰局 中場大都會就以7比6險勝勇士 千克皇大也拿下本季第九場勝投 華視新聞 陳奕偉 楊智富報導 哈囉 我是易景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